大家好,我是Minamoto 歡迎來到信長之野望史詩創造 這款遊戲並不是什麼新遊戲啊 不過我們今天是 我也算是玩過很多次 然後我從中級 一直到上級都有玩 然後我今天是基本上我錄這一系列的實況是要 看一下時間來錄一下 錄個30分鐘吧 現在是晚上12點 好困難 我們就錄到12點20分左右吧 那我這 因為我是 我錄這一系列的目的是 其實教大家 如果玩這種戰略遊戲 其實我想說也不用教吧 很多人都會玩 事實上我是選 自創的角色 然後我是從 我先看一下 我先把難度給大家看一下 遊戲中 難度 其實我不想改 也不能改 上級的話 他視力都是多多 反正都對我很不利 但是我覺得 暴兵 暴良跟暴金錢 這個就破壞遊戲設定 你如果是一個遊戲 如果是AI AI高 然後那個什麼 他 他金錢莫名其妙增加 然後他冰兩莫名其妙增加 這這款遊戲更就 玩得很很難玩下去 更就不 更就等於等於那個什麼 AI那邊開外掛 你想啊 如果你開外掛的話 你還是一樣 你也可以痛載AI 那AI開外掛的話 說真的啦 我 我有試過 但是我沒有被 我沒有贏 但是也沒有被他給打死 我 我也是一樣 就是上級難度 不過我是 那時候玩的是 大家查 就是俗稱最難的四國開局 我在這邊開局 然後最後是統一整個四國 然後 那個 中國的 這一部分 也被我統一之後 基本上我就僵持不下 就跟其他AI就是僵持不下 嗯 好啦 講這麼多 大家 大家應該也就只會覺得 啊 那是你不會玩啊 人家也有人 上級也是一樣可以統一天下 是沒錯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 如果爆兵跟爆兵兩的話 這樣子一點 可玩性都沒有 然後 基本上勞動量都一樣多 因為我 我錄這個系列 並不是要慢慢玩 我勞動量多一點 讓遊戲早一點結束 然後你看我這個就比較 比較公平 像是 敵人打我 我受的傷會比較多 然後 士兵的回復速度就組成 因為你知道 十四代 跟其他代步一樣 他 士兵是 不會跟著一起進入下一座城 士兵是會直接 回去 他原本 帶出去那座城 然後我回復速度是標準 敵人回復比我快 然後至於 龍城四季的幾少量 欸 基本上 我也是可以調多啦 我 我這邊為什麼會變成標準 算了 管他的 不能調就算了 然後 再說一下我目前狀況是 我是自創君主啊 啊然後 其實大家都洗牌過啊 我就全部亂洗牌 然後 再按個幾次吧 啊為什麼我會 一開始實況 就從這邊開始實況 是因為我剛剛在搞 搞那個 那個什麼 Inmedia的那個 錄製軟體搞了很久 而且我老實說 我 我之前一開始用的時候 Inmedia狀況好好的 可以錄那個實況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正要錄的時候卻 麥克風卻沒有聲音 這樣完全就沒有意義了 我剛剛搞很久才搞 才搞好麥克風終於有聲音了 好 欸 那回到正題就是 我就是在這邊 因為我還沒有玩過 然後北九州的 從北九州開始統一天下 那個路 我是有玩過 那個九州中部九州南部 四國左下四國左上 中國這邊 還有信長這裡 等我最近玩的這裡啊 七味道 七味城 就是先把這 這個月月後地區 有月中月前月後全部給統一 我這邊有玩過 月前的那個 這裡 民國這邊是最好 最最簡單的 跟著新手難度 你雖然是調上級 你只要 從這兩邊開局的話 你絕對 你絕對很快還是可以 絕對也是很快就可以 那個統一天下 我剛忘記說了 我剛忘記說我上級 僵持不下 是我在中國這邊 還有在那個 四國的上面這邊開局 僵持不下 因為太難了 如果是上級開局的話 我如果在這邊的話 我還是可以統一天下 這點沒問題 我幹嘛在炫耀這個 好總之等一下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然後 北海道 從北海道開始 統一天下 我也試過 然後 這裡 關東的 千葉的最 最底 最底邊 這邊 我也有試過 所以基本上算是不難 然後 現在 要挑戰看看 從北九州 開局 然後 裡面有我的一些自創武將 所以這些自創武將是我朋友幫我創 我朋友也在玩 不過他比較懶 那我先讓講解一下 PK版跟普通版 PK版最主要就是 它的分層 變得可以發展 啊 抱歉 我平常習慣 全部都開 突然沒開 讓我有點不習慣 這樣 終於習慣了 很好 我知道有些玩家會覺得很亂 因為 怎麼突然開了這麼多東西 習慣就好 習慣就好 然後 讓我 讓我們來 講一下 我們現在是屬於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長期 然後我們的 右邊就只有一個 這叫山春佳 看一下 山春佳他 哇 12名呢 基本上我的策略是 一年兩年之內 就要 又有個穩固的地盤 至少要有一兩座組成 四年內就要衝上 全國第一名 全國前四名 看 幹 我竟然是75名 欸我還沒有這樣開過局欸 那根本就是 這 我覺得我這次 應該是 應該是打得很辛苦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這個難度也是基於上級 我就只有調金錢 跟那個糧食 把它調成標準 然後剩下基本上都是 就都是那個 上級的難度 而且我才900多人要打 是要打什麼屁股 然後信長之也忘了 有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靠 我 我就這樣子 就沒勞力啦 有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勞力 也就是人口 勞力怎麼來 就人口 反正 整整個遊戲的最大重點就是人口 人口 人口那種 所以說你要看 第一名第二名 你並不是 你並不是看什麼綜合數值 你就只要看人口就對了 你看現在人口 然後我們隨便點一個 哦啊 他第二名 第三名 幹 第一名到底是誰 奇怪 第一名到底是誰 第二名 我靠第一名 對 因為基本上這這平原開開局 基本上都搶到爆 所以說我覺得 是啊 我小時候還發現 大內加跟三好家應該會很強哦 之前之前在這看一下 之前應該發展的起來 不過旁邊有島金跟奇特 看來這邊也是一個重點啊 那我來回顧一下我這邊 啊 說真的 沒有什麼 勝算 太難了啊 太難了 先向遠一點地方求勞 好 我剛剛 我剛剛 大家在看 應該有看到那個 你看 就幾乎快滿了 這遊戲重點 第一人口 人口多就會有錢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 發展商業 反正一開始應該都是沒什麼事情 看一下 是 不是 應該 暫時 不會有人 來亂 毛利在這裡 看我們北進的 第一家牆壁應該就是 伊達 毛利 南部 我們要比南部還要找統一 九州才可以 這什麼事情都做不了耶 我覺得會完蛋 我覺得會完蛋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先打下一座城 一萬里好了 我真的覺得我會死死 等一下就先出兵打了 打了 幹八百 人家只要隨便一揮兵 我可能就 我可能就滅亡了吧 真的是啊 保佑啊 保佑他們 讓我 躲得一座城 我這個之後 是 是是神經病打不下來 必須打 大圈圈 等下也要打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勞力啊 有勞力能夠鋪路才可以 什麼路都鋪不起來 然後就完蛋了啊 啊 因為我這個角色是 很有趣 他把我創很強 但是 基本上呢 我們 在這款遊戲 要得到強將的方法 就是 找那種 歷史上的名將 或是那種很厲害的武將 像是什麼 我們常聽到的之前信長啊 不過他離我們這麼遠 但就沒辦法打他 所以說也抓不到他的武將 要不要這樣子 然後用那個 什麼 那個 離間祭 喔 先月的終始 報告 那個 密談 這款遊戲中 叫密談 然後把敵人武將抓過來 我看能抓就走南部 可是 就像這種大國呢 也不跟他打仗 基本上 他的 部下也不會有任何的 就任何怨言 你懂嗎 就任何怨言 你懂嗎 本來 你看 哇 龍罩是 zas 等下我要看會獨檔 如果打不贏的話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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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啊 一開始就一開始就强弓上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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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老力能夠增加 啊 他人口還挺多的 哦 瞬間變成56 啊 他們70 幾名變56名 然後你看一下那個山村家 看他瞬間降到17名 17名的降好多 啊 我們人口 基本上有這些應該能夠鋪一點路啊 然後 一開始的攻略重點就是打這種 那種耐久度低的 欸 你不要 你不要以為我的武將是 自創的時候就太強了哦 不不不 基本上一般的爛武將 強攻的話 硬攻 硬撲的話 還是可以撲上去 因為強攻 只要把他的耐久度打到你 下一集 就絕對可以變成你的城 所以說 一開始那個 人家都他沒撲路的時候啊 啊 你去搶人家的 他的落成是很重要 好 第二個重點 鋪路的第二個重點就是 鋪路還可以 增加那個 人口 媽的喔 為什麼我的人口是一樣 只有這樣而已 人 沒有人命啊 這款遊戲更加就是得民心才能夠得天下 然後你耐久度是0的話也很容易被人家打啊 欸欸欸欸 欸 他需要 他需要六個月才能夠求 頭部 我有沒有看錯啊 六個月 意思是說六個月我們都沒有勞力耶 這不行啊 這不行這不行 這這開局難道爆啊 幹嘛呢 人家是也太狠了吧 人家是 啊 人家補給你們 百元 dirt 前面一定有一个人啊 之前八百米其他人还快 他跟老金苏一定会成为那个 东北四霸之类的 下天一到啊就是战乱的时候 大家都拼命想着要打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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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剛剛在用東西 回來了小田家被武田家給滅了 武田家在哪裡啊 立武城啊 看來武田家是這邊的槍斃 東北三霸應該會 下面會先遇到武田家 不知道武田家的 東大那一家會怎麼樣 首先我們必須要馬上跟他 跟那個南部家結盟 立花三層 哇靠 難怪他 他組成就直接面臨我 阿剛剛還忘記講了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可以買鐵砲跟馬的時候啊 盡量馬 所以我們現在就 用鐵砲牌的都市 反正是我們現在存錢 沒有成長的人口 人口 發 發 發生多對 躲下這個人村 先躲下這座大村城的話 就可以繼續開吧 快點啊 快點 那不是變速度好慢喔 我靠 他竟然先見這座這條路 整類中的 整類中了 準備中 為什麼我一事然就不用看 這一次人叫船路而已 我先開發最有開發的那種 潛力的層 說真的 有點難喔 我先開發 太多了 我先把人放了 很難 我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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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他竟然有那個勒 我們必須要跟他來結盟才可以 結盟之後還是要繼續工作 哇,勞力一眼就只有這個 靠,你看冰涼耶,才增加一千 我快吐死了 衝啊衝啊衝啊 一定要脫下大車 為什麼會派人來鎖這個 因為耐久不高啊 他可能會給我來一個生動擊吸之技 喔,有了 喔,看起來還是不能叫原點 他看起來不會打我的樣子 本來躲下他的城口了 人口,人口很重要,人口很重要 不然能不能強弄到到底 五名,報告いたします 報告いたします 報告いたします 其實我為什麼不要用 不要趕快修復呢 因為沒意義啊 你修復一千 竟然要花六個月 按按你六個月不就 不用做事了 你懂啊 你六個月才修復那一千啊 人家隨便 來,來一支軍隊就把你強攻滅了 沒有什麼用 幹 他目標在哪裡 兩秒 好吧 我要下五秒 但我不還要 沒有什麼用 有二指定 看起來 發生 不可和 我的陽海 我什麼能來 敵攻凸 我 我幾�� 我 necessarily 其中一看 重生 好 我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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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を始めましょう これが先月の趣旨ですね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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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太晚了 你知道大概兩三呆五六百的兵力還打下來就扯 余那一名角落 我命令 先月的終始 老命要用白不用 是要關心我喔 因為我下個目標就是打你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能就靠包也快速讓他投降 你不像他 是有那麼多大城對不對 310暗 9 差不多了 太好 簡直就是他 他裡面的一盔一樣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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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出射桜 可振的 減退 至少 要求開始, 報告致します。 黑黃黑洛洛基 這改變已經在那邊射的 我作戦 戦争之です 出るとすべきは これで決まります 積勝取られました 出るとすべきは 出るとすべきは 人口は 人口は 全部一つの長期 長期的 人口に 戦争 我們這次的實況可以到這裏啦 基本上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過一年 第一個步驟就是必須要先 有一塊 有一塊根據地 我還沒有本城耶 沒什麼資格講 就連木家自己都有一個本城 好 下期再見 拜拜